高速害女友抛飛王 把官判男友罰金加碼三倍 千萬不要騎快車 釀成大禍就來不及了 連信高直升去年4月騎機車 載著女友敢打工 卻在環河西路跟右轉的救護車擦撞 女友因此抛飛頭部重傷不治 連男後遭起訴等他不服 堅稱救護車雖然減速 但未打燈就突然右轉 因此撞到右邊車頭 救護車駕駛也有錯 但法官勘驗 發現撞擊點在救護車右後車輪 因為機車繼續前行 擦痕才延續到車頭 又根據目擊證人 證稱連男超車 時速應該超過80公里以超速 如果連男不超速並從左超車 此車禍就不會發生 已過失致死罪判除6個月 雖可一顆罰金 但因他騎快車害死女友 需以法定最高金額3000折算一日 雖然若維持確定 得付54萬才不用勿諭 東新聞總和報導 走 law 好 好